富邦金举办了第三季线上法说会 子公司富邦人寿未实现损益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财报的显示 第三季金融资产未实现损益 即减56% 接近400亿元 富邦强调 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受到了获利了结 配息以及评价下跌 股票跟债券的影响都有